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 每一年 我常常说 全年里面最累的聚会 就是到中国去服事的这一次聚会 师生特会 那么聚会里面真的是压力很大 需要很大 然后天天的schedule很满 然后几乎等于落地就开始服事 可是那边的需要 会让你在主的面前常常流泪 觉得人的这一生就是应该这样子活 因为每一天都很有价值 然后每一天你都发现神需要器皿 所以在那边的这些天里面 所有的同工几乎是全力摆上 我常常很感谢神的 就是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 不是在谢谢我跟于师母了 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在谢谢我们教会 在这里被我们团队能够这样子的相爱 同心 然后有这么和谐的配搭 他们非常感动 甚至他们说 怎么搞得天下的精英都到你们教会去了 我也相信这不是我们一日之间成为的 而是神这么多年在我们中间的工作 恩待 制作 让我们慢慢长成今天这样子的配搭 别人希望听到的 当然除了听见神纯正的话语 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那我相信今天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中国教会 其实不光是在中国大陆 几乎我们在其他地方到澳洲 到欧洲去碰到是类似的问题 就是今天神家最大的难处 还不光是每一个人自己在生活生命中 碰到了很多的挑战 碰到了很多的困难 而是整个教会被卡住了 你就发现各地的教会都出现很多的问题 他们在治理上出问题 在配搭上出问题 在教会的方向 教会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困惑 因为可以听到这个人说 那个人说 但是却看不到一个具体的见证 就找不到一条具体的路是可以走的 所以当他们看见我们这样子的配搭 我们去了这次大概九个同工 我们平常彼此的讲话 会前一起的祷告 或是我们在聚会中 一碰到紧急的状况 危机处理的时候 大家里面的安定 里面的和谐 里面的同心 彼此的cover 所以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 他们其实都在看 他们说他们都在看 所以我也很盼望 刚才就像智慧所交通的 我希望我们一方面听见 别人希望看我们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督促 是一个警惕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希望我们各个服事 大家能够真的是各占其位 各尽其职 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 把自己的那一份能够做得好 照着神的旨意 照着神的旨意 把它能够刚强起来 能够成为留下一些脚踪 是别人可以跟着走的 因为这个世代的挑战 实在是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感谢神 我们也为着神 给我们这么好的团队 感谢神 我也很希望将来 我们有更多的服事的部门 的同工 能够时间排得出来 我们能够一起去 因为他们的需要 那个需要是大的 是多面的 有小孩子的主入学 有成人主入学 像我们这次 我跟新城去成人主入学的 师奉专题的时候 就发现在座 大概90%以上的教会 根本没有成人主入学的 这种观念 跟这种长期的培养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希望 能够明白 知道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曾经开过哪些课 而我们开课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子 把所有的课程 能够配搭起来 能够有一个具体建造的路 给他们 Worship也好 敬拜方面的 或是关怀部门 他们各方面都有需要 尤其是教会的治理 跟建造这方面 是目前中国教会 一个极大的需要 他们很希望看见 一个健康的教会 他们并不见得羡慕 去看到一个极大的教会 一个Mega Church 人多了不得了 他们希望看到一个 是照着山上的样式 照着神的心意 是一个健康的教会 是真正在主面前走路 能够活出道成肉身的 见证的教会 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 我就希望每一个人 每一个服侍的部门 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 脚踏实地 同样的 我在外面听见 这边福音聚会很好 我心里面也很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我觉得今天教会 如果说是必须传道人在 必须牧师在教会 才能够好 才能够正常的运作 那就是表示 这是我们服侍的失败 我就希望我不在的时候 我跟于师母不在的时候 甚至有这么多 同工不在的时候 教会还是一样的 兴望为主传福音 教会还是一样 大家各战其位 各尽其职 没有人看 难得如同神在看一样 还是那么认真 全力以赴 那这就是对的 这就是对的 那我非常感谢神 那我也听说 有那么多人觉知 我不晓得有多少是 这一次福音聚会 刚刚觉知或是新来的 让我认识你们 好不好 那我先介绍一下 我叫于宏姐 那我是这个教会的 神的仆人 传道人 那我也很想认识你们 就是在这一次的福音聚会 才来到这个教会 不管是才觉知 或是原来就是基督徒 或是你还没有觉知 也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这次聚会而来的 请你们站起来 好不好 那我看看你们 感谢主 我走之前听到看到 那么多人出去 我都蛮感动的 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做的服饰 是solid 是被捉 这个能够厌重的 是我们能够 看见哪里有破口 我们学功课 能够补得起来的 我们要祷告 除了为会前祷告 为会中祷告 要为会后祷告 让所有得救的人 就算不能够来到我们中间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教会 让他能够在主的面前正常地成长 让这些得救是清楚的 我想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 我这次在这边 在中国到了上个礼拜天 其实我们到了礼拜五居然会 我礼拜六下午三点钟才回到我住的地方 原来在去中国之前我就已经祷告黑灵会 因为他们是好几个教会联合的聚会 我已经想到要讲什么题目了 没有想到回到旅馆以后主就突然改我题目 这是我最怕的事情 因为我这个人预备讲道 不敢凭经验讲道 所以我每一篇信息都要花很多时间祷告 很多时间默想 很多时间准备的 尤其是到了这样子一个联合的陪灵会 然后主突然改题目 那是很痛苦的事 所以我就放弃了跟他们出去休息一下 我跟于师母就在旅馆 我就一直跪在主面前祷告 然后主就给了我一个题目 讲道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外民中 那天我自己里面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里面也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在讲这两篇信息的时候 讲道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和目的 讲道实价是我们的生活和见证 讲道这是独居的名 因为巴勒召了巴兰来 要助主神的百姓 我想我们读生命记就知道 所以当巴勒在那里咒诅神百姓的时候 神让他所有咒诅的话 全部变成祝福的话 这是神超自然的介入 把巴勒咒诅的话 全部改成祝福 就在他们改成祝福的话里面的时候 巴勒 他说我从高山观望 我从小山望他 他说这是独居的名 不列在外民中 那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一个惊叹 或许我们更应该说 这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评语 因为神把他的话改过来了 这是一般独居的名 跟世界上所有的百姓都不一样 那不一样在哪里呢 就是你从山上看以色列百姓 他们全部对着会幕安影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 第一件事情就是 所有的百姓围绕着会幕 对着会幕安影 说到基督永远是我们的中心 是我们的目的 然后 这个安影的次序 是根据以色列百姓 十二个支派来排的 然后你就把他所有的人数 加起来的时候 你发现 正是一个伟大的十字架 你从山上望下看 那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在旷野的里面 到了晚上更不得了 那个灯火亮的时候 那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那个大十字架中间就是会幕 而会幕的摆设 从铜祭坛洗灼盆 然后进到会幕里面 右边是橙色柄的桌子 左边是金灯台 然后金香坛 然后约柜 他又是一个十字架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但是真的说到 这一般的百姓 是一个独居的民 基督永远是他们的中心 是他们的目的 然后十字架是他们 活出来的见证 十字架是他们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那两天传那个信息的时候 我自己里面也有很深的感触 我也很希望 我就这样子 借着两三句话 把这个信息带过去 我也希望我们中间 神的百姓 别人来到我们中间 看见我们最大的特点 不是我们场地很大 这次碰到刘东坤老牧师 我们去看望他 我们几个同工跑去看他 他的印象中 觉得他看过的教会 最大的就是我们 他说这是我看过最大的教会 我真的巴不得 别人对我们教会的印象 不是只是我们是最大的教会 而是这是一般独居的名 神真是在我们中间 基督真的是这个教会的中心 是我们所有的侍奉 所有的追求 所有的聚会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讨神喜悦 让主居守卫 基督是我们的中心 然后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 是我们的见证 这一般是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十字架的百姓 在我们身上我们肯舍己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让基督的爱 十字架伟大的爱的那个见证 在我们中间被彰显出来 我们活的就是愿意 把自己置于死地 什么时候不再是我 什么时候就是基督 真是让基督在我们的生活 家庭 教会 各样的侍奉里面 他都显为大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的盼望 我真的真的盼望 我们不光是在中国 传这样子的信心 我们更是要对自己的弟兄姊妹 传这样子的信心 讲到基督 我们每一个人心花路放 耶稣啊 我们永远爱你 真的像今天师哥说的 你是我的性命 是我的爱 这个爱要到哪里停止呢 这个爱要受到什么限制呢 他就尽尽 这个甘甜的爱 今日要远胜昨日 我们对主的爱就是这么讲 永远爱耶稣 讲到耶稣就甘甜 哎呀 讲到耶稣我们就喜乐 讲到耶稣我们真的就是心花路放 愿意来爱他 愿意把最好的给他 然后我们都是十字架的百姓 在这里不凭着自己的天然热心 我们也不把肉体 不把世界带到教会来 在这里十字架就是一个最清楚的分别 把所有不是基督的全部带到死地 只剩下基督 唯有基督 所以十字架真实的意义不是受苦 乃是基督 所以不再是我 不是神的目的 乃是基督才是神的目的 所以十字架在这里做分别为圣的工作 把不是主的全部出去 把属地的全部出去 把我们天然的要全部出去 让在这里所剩下来的 是能够存到永远的 就是主自己 这是我们里面很大的盼望 这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今天我就继续讲超越的基督 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到第四章十一节 我也很感谢主 因为原来在我整个全联的计划里面 本来是希望每一次讲完希伯来书 大家星期五的查经 就正好读到那一段经文 就可以配合 结果因为讲员的突然的出现 或是因为时间的变动 变成你们先读 然后我才讲 我后来觉得这样子也很棒 第一个大家对我不需要有依赖性 大家自己可以去读圣经 第二个当我讲的时候 大家已经圣经熟读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所有经文再读一遍 我只要点到就可以了 而且大家已经交通过了 我们在温故知心 这是一个很好的打结 那我们读代表性的一点的圣经 好不好 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 希伯来书第三章 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 你们是弟兄读一节 姊妹读一节 那我在台上我都读 为了录音的关系 第一节到第六节 同盟天招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 我们所认为 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的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 比房屋更尊贵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底下接着说 圣灵在这里警告我们 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以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露一样 底下就说到 神的百姓在旷野有四十年之久 他们在那里试探神 观看神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神厌烦那个世代的人 就说他们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 那么底下一连串都是 在这个点上重复讲了几次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二节 到第十五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天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上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第四章 我们从第一节 读到第一 我们干脆读完好了 好不好 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路中启示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造物之功 从创世以来 已经成全了 论到第七日 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 神就泄了他一切的功 又有一处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必尽安息的人 那先前听见福音的 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 为了书上又限定一日 如所说的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印着心 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 想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 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因为那进入安息的 乃是歇老自己的功 神写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 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跌倒了 好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 我想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圣经 很多人特别在座 如果是福音朋友 请你们包容 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先提一下 今天我们新约神的百姓读这段圣经 我们的感触绝对比不上 当时旧约 就是希伯来作者写这一卷书的时候 那一般神百姓的感受 因为今天摩西跟约书亚 对我们的感觉 我们只觉得是圣经上 两个属灵的伟人就是了 但是你对以色列百姓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 摩西跟约书亚 等于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一样 对他们来说 就是神人 就是了不起的伟人 如果当时你让以色列的百姓 你告诉他们 今天神要在我们中间 行一个神迹 把摩西 把约书亚重新带回来 带到我们中间 我跟你讲 所有的百姓全部下拜 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这两个人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民族救星一样 当初神借着摩西 把在埃及为奴之家 受埃及挟制几百年的百姓 居然能够带出来 从埃及法老的挟制底下 带出来 中间行了这么多的神迹骑士 然后最后带他们过红海 然后经过旷野 然后来到应许之地 所以当你跟他们说 摩西出现的时候 我跟你讲 百姓们疯狂 简直是疯狂 尤其他们在 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 在异族的挟制底下 就好像当初在埃及的 挟制之下一样 所以当你说把摩西 还给他们的时候 就好像他们带来的盼望 带来的胆量 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摩西回来了 他能够再次把我们 从世界的王 挟制底下释放出来 他们可以不要弥赛亚 要摩西就够了 你如果把约书亚还给他们 他们也会高兴得不得了 当初神把约书亚赐给他们 整个迦南地是被七族 迦南七族 最残暴 最堕落的那班百姓 恶贯满盈的百姓 他们占领了迦南地 他们很多人是高大的顶天 像巨人一样的 但是约书亚带领百姓 跟迦勒 跟菲尼哈这些勇士们 一起进迦南的时候 他们南征北讨 南边五个王 北边十个王 没有一个王 没有一个联军 可以在约书亚的底下 能够活得下去的 约书亚大难的勇士 率连百姓进去 南征北讨 把迦南地给征服下来 让神的百姓 能够得到应许之地 所以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 不管摩西的出现 不管约书亚的出现 都给他们带来盼望 摩西来 可以把他们从仇敌的 匣子底下释放出来 约书亚来 能够帮助他们 赶足所有的仇敌 让这块应许之地 真成为神的应许之地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 我们就是平淡地读 摩西 约书亚过去了 但是你对当时的犹太人 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带给他们 极大的盼望跟胆量 如果摩西跟约书亚在这的话 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 就是要借着这张圣经 告诉他们 今天我们得到的基督 远远超过摩西 远远超过约书亚 我希望我们一开头 就掌握住这本圣经的 作者写这一篇信息 它里面的方向 它里面的目的 我不晓得今天 在我们的难处中 就好像当初的百姓 在罗马帝国的挟制 受苦的底下 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 我们觉得 谁可以带给我们拯救 带给我们帮助 我不晓得大家心里面 目前在你今天来这里聚会 不管你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在我们身上 有没有什么挟制 是希望我们挣脱的 在我们里面 有没有什么境界 是希望我们能够进入的 对神的百姓来说 不要说他们个人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连整个以色列族的问题 当他们在法老玩的 挟制底下的时候 那是一个毫无盼望的局面 他们在那里哀声 在那里受苦 圣经上告诉我们 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声 神看见了他们的苦情 神了解他们的痛苦 所以神就下来帮助他们 神兴起了摩西 叫摩西把神的百姓 全部带出来 在我们的里面 有没有什么境界 是我们想达到 但是我们却达不到的 以人生的追求 家庭的困难 你希望达到一个和谐 快乐 温馨 满了爱的家 还是在我们个人 属灵的追求上 你希望你能够靠着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能够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 而不是常常在罪中 臣服 而不是常常在 罗马书七章的那种 挣扎和痛苦的里面 我立志行善 由得我 可是行出来 却由不得我 摩西能够把我们救出来 约书亚能够把我们带进去 这就是当初 就约所有犹太人百姓们的经历 甚至到今天 他们仍然是这样子的相信 但是我们知道 不管摩西也好 不管约书亚也好 在肉身的里面 在看得见的历史 在以色列百姓们 对他们的认识和经历里面 我们都发现了他们的有限 希伯来的作者 今天就是把这两个人 他们所有能做的 他在这里用基督 来跟他们相比 那这两个人是没得比的 弟兄姊妹 我也很希望 我们今天信约神的百姓 能够从这个超然 超越 更伟大的角度 来看我们所信的耶稣 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摩西 摩西是在神的家中 做仆人 但是基督却是做儿子 摩西是在神的家中 全然尽忠 他是属于这个家的 他是在为这个家尽忠 但是神的儿子 是这个家是属于他的 他亲自在这里治理这个家 那这是两个极大的不同 一个不过是个仆人 在这里全然尽忠就是了 就好像一个房子很尊贵 但是神说建造他的 比他更尊贵 这个房子太漂亮了 哇 怎么会这么好的design 你不要去夸房子 房子不会自己跑出来的 而是背后那个设计他 建造他的 那个才是尊贵的 摩西在这里的确是尊贵 但是神的儿子 比他尊贵得多 摩西只是仆人 但是基督却是神的儿子 摩西只是在神的家中 全然尽忠 神的儿子 这个家却是属于他的 他在这个家 亲自治理这个家 所以弟兄姊妹 希伯来的作者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同盟天招的圣洁弟兄 partaker of the heavenly calling 我们前年的信息 就是我们有份于 一个伟大的招 被神的儿子招出来 他把我们从 要把我们从埃及里面 招出来 他要亲自来建造我们 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居所 所以你发现 当神的百姓 被从埃及招出来的时候 到了出埃及基地 25章第8节 神就对摩西说 神先借着摩西 把百姓们招出来 从埃及招出来 救出来 然后在25章第8节 神就对摩西说 当为我造圣所 我好住在你们中间 这是神救我们 整个的目的 不是光只是把我们 从围炉之家救出来 不是只是看见我们痛苦 在世界里面虚空 被老板欺负 被疾病残扰 被罪恶挟制 神的确愿意救我们 他充满了爱 但是他一个更大的爱 不光是把我们救出来 他要把我们建造 成为他的居所 成为他的家 他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 所以底下神就借着摩西 把山上的样式 颁布出来 我们这次在中国 讲山上的样式 我好多年没讲了 再讲的是 自己里面都充满了 很多的感触跟感动 感动是想到 神其实在三千五百年以前 已经把今天 整个教会建造的蓝图 摆得这么清楚 很多的姊妹听到的时候 都说原来不知道 教会的路在哪里 现在才一听才发现 其实在旧约里面 早就有了 什么都有了 优先顺序有了 该怎么建造都有了 神要的到底是什么 都清清楚楚的 我感触很多是因为 我们觉得 我们真的差神差太远 这是我们的亏欠 所以弟兄姊妹 你发现了没有 当摩西在那里 把神的百姓招出来 我们觉得这是摩西 最伟大的事情 其实摩西最伟大的事情 不光是把神的百姓 招出来 他真的是在神的家中 全然尽重 他把山上的样式 带给他们 然后他带领百姓 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 在这里建造神的家 建造神的居所 以至于当整个会幕 照着山上的样式 建造出来的时候 出埃及记四十章 耶和华的荣光 立刻充满这个帐幕 连摩西都进不去了 连摩西想进去都进不去 神的荣耀充满在里面 弟兄姊妹 这是伟大的摩西 他完全完全知道神要什么 知道神在做什么 也是今天新约的圣经 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 基督比摩西更尊贵 同盟天招的圣洁弟兄 他说我们要思想 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这是摩西在神百姓身上 表现出来的 他一方面是使者 他被神打发去 把神的百姓救出来 一方面他像一个 像一个侍奉神的人 像一个祭司一样 他把神的百姓 带回到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应当 Consider Jesus 我记得于师母 在写西伯来书的时候 他也讲过 他的教授 就是Dr.Tuck 讲到西伯来书的 一个中心的主题 叫做Consider Jesus 要来思想耶稣 整个西伯来的作者 就是要在这里一直要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耶稣 一起来想耶稣 你越认识他 越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 弟兄姊妹 我们那个蒙福的境界 我们基督徒所活的境界 那就是远远远远超过 所谓的一般的基督徒 我常常很不甘心神的儿女们 把这么伟大的救恩 活成了一般宗教的层次 只是劝人为善 只是给人寄托 哎呀弟兄姊妹 那是一个太基本太基本的祝福而已 基督所给我们的 那远远超过这个 我们需要被神提升 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然后真能够活在 祂要我们活的境界 真能够活出 祂给我们荣耀的托付和使命 所以西伯来作者说 要Consider Jesus 要来想祂 还有一个很好的翻译 叫做什么 要Fix your thoughts upon Jesus 要把我们的思想定在耶稣的身上 不光只是想祂一下而已 而是要定在祂的身上 要更深地想祂 更深地被祂这一位所事 所做 去想基督的所事 基督的所做 要Fix our thoughts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很难固定我们的思想 在一些的事情上 除非是世界上的贪爱 你就发现你在亲近主的时候 要Fix your thoughts upon Jesus 这是很难的事情 要把我们的思想定在耶稣的身上 好像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弟兄姊妹 西伯来的作者在这里就提醒我们 我们一定要来思想耶稣 你真思想祂 真被开启 认识了我们所信的道理是谁 这个认识 要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 只有在基督里面 只有在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享受 神的儿子治理神家 所该带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 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中间 而且所有被他治理过的 我们的价值通通都加征 我们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建材 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神的家 是神的儿子所亲自精灵建造的 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神的家 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便是祂的家 我们的胆量从哪里来 在于基督是我们的使者 祂带领我们走这条路 祂带领我们去面对所有的仇敌 迦南地有七个很可怕的种族 守在那里 约书亚从来不害怕的 靠着神的恩典 每一个都打下来 今天基督是我们的使者 祂是我们的胆量 前面不管有多少的男主 不管有多少的高山 不少有多少的亚纳族在我们面前 神说你要钢强壮胆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 所以耶稣要起来打仗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勇敢 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 祂带领我们 祂是我们的使者 祂是我们的大祭司 祂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所以在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一路上我们常常被曝露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败坏 但是感谢神 祂是我们的大祭司 所以我们带着可夸的盼望 知道在基督里面 我不要怕 我虽然软弱 但是祂按着我的本相爱我 我虽然败坏 祂是按着我的本相接纳了我 我知道在基督的治理底下 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越变越有价值 越走越得胜 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充满了荣耀的盼望 这是希伯来作者要告诉我们 在我服侍主这么多年 很多时候碰到教会有难处的时候 不管是混乱 有人批评论断 弟兄姊妹有不同心的时候 或是有碰到前面很大的仇敌的攻击的时候 弟兄姊妹在我里面常常给我的安慰 而且熟悉我的同工都知道 我常常在祷告 就是主啊 是你在这里治理你的家 你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这个家 这个家不是我的 这个家也不是SVCA的 这个家是神的儿子的 当我们想到这个主权是他 是他在这里治理 是他在这里负责 所有的政权都担在他身上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烦恼卸给他 我说主我不过是你无用的仆人 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不能说的我做不来的 主啊都是你神儿子的事情 你在这里治理这件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神自己伸手管教一些人 有的时候神自己出来化解一些的问题 有很多的时候神出来嫌大能 比如说我们买会所的事情 过五关斩六将 所有当初经过这件事情 都知道这些关卡如果不是神介入 不是神儿子替我们开路 没有一条路是我们开得过去的 没有一条路是我们人的手可以解决的 都是神奇妙亲自做 这叫做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他的家 所有的政权担在他身上 哎呀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我也不知道SVCA的未来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们前面有多少的风暴 但是我们所盼望的 就是希望神给我们还有的时间里面 我们能够好好的追求长进 就像刚才智慧提到的树板 神家需要有一些刚强的器皿被神兴起来 而且我们中间是被神制作过的 不是几棵树枝 不是几个香薄木 或是几个造假木摆在一起 大家彼此中间都是空隙 风一样吹进来 虫一样跑进来 鼠被一样溜进来 而是被制作被切成高十轴 宽一轴半 然后彼此摆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没有间隙的 稳稳的踏在银帽上 踏在基督救赎的根基上面 一起来抗拒旷野的风暴 一起来阻挡鼠被的侵害 一起在这里把神家的见证 立体的建造起来 不然的话你只有帐墓 人怎么进去炒建神 你这些见证 不管是橙色柄桌子 金灯台 金香坛 你怎么样子摆设 不可能的 一定要竖板把它立体地扛起来 这些东西才会出现的 所以神家的领受不刚强 教会不会有见证 神家的领受不同心站起来 这个见证撑不久的 旷野风暴一来就倒了 鼠类可以混进来的 在这里破坏所有的东西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弟兄姊妹 需要各个部门 我们都起来 真正把神家的见证能够建造起来 而这个见证是神儿子 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 哈利路亚 真是要感谢神 要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 不要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要求 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带着积极的爱 带着属灵的看见 我们一起让神的儿子 把整个教会配搭建造成为和他心意的居所 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 神的儿子为设立他的 就是至高的神也全然尽忠 摩西是仆人 是为这个家尽忠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 这个家是他的 为着神尽忠 他亲自在这里治理这个家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新约真的是很感谢主 的确地上有很多神的仆人 是我们所感恩的 我们所喜欢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基督 亲自治理我们相比的 他是超越的 他是伟大的 他是他的手来触摸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要感动 我算什么 你居然肯做工在我身上 就连他打我们 我们都应该流眼泪 耶稣怎么会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肯来接触我这个大麻风 他怎么可能会爱我 爱到今天都不肯丢弃我 还做工在我的身上 要把自己 要把教会 交在主的手里 这是讲到基督为神的儿子 亲自治理他的家 第二个讲到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只有在他的里面 才有真实的安息 所以我从天在讲 约书亚记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在旧约 神用一个地理 用一个历史 一个看得见的图画 是人可以明白的一个经历 来表达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蓝图 跟工作的原则 就是把神的百姓从埃及招出来 经过大恶可畏的旷野 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 流来与蜜之地 乃是动物的精华 蜜是植物的精华 说到带到一个生命丰盛 满鸟神祝福的地方 而且生命记里面 至少五个地方提到 美帝的形容 有山有谷 与水滋润之地 讲到它的丰富 讲到它的荣美 然后耶和华的眼目 从碎手直到年终 眷顾那地 说到这块地是 蜜鸟神同在 神亲自看顾的地方 所以这块地 从各个旧约 从人能够明白的角度 去形容它 讲到它的丰富 全有全足全风 它有葡萄树 橄榄树 无花果树 讲到它丰富 讲到它有铜 有铁 有银 有各式各样的矿物 讲到它的丰富 但是今天从新约的角度 什么叫做迦南美帝 迦南美帝讲到 全有全足全风的基督 所以近迦南 讲到在基督里的境界 所以你从新约里面看 三个最好的形容 第一个 以弗所说 第一章第三节 神曾经在基督里 神在基督里 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都赐给我们 是迦南美帝的第一件事情 应许之地 进到应许之地的第一件事情 讲到在基督里面 那丰盛的救恩 真的是全部都包括了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祂说都在基督里面 已经赐给我们 你今天还要什么祝福 神说我已经没有祝福 可以给你了 全部给完了 全部在基督耶稣里面 给完了 我的仓库里面 没有东西了 神是批发商 神不是零售商 神一次 完全 而且永远地 把祂所有的丰富 都给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不久前读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跟第十节的上半 他说到神本性 一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你们在祂里面 也得了这个丰富 所以第二件事情 讲到在基督里 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 就是神的生命和性情 你看看我讲到这个 很少人心花怒放的 因为神的道 在我们的耳中都听腻了 希伯来的作者 在第四章 特别提醒我们 他听见的道 对他们无异 因为没有用信心 以所听见的道调和 你讨厌你的脾气吗 讨厌自己脾气的请举手 这么多人讨厌 那我刚刚讲到神本性 一切的丰富 都在基督里已经给我们了 大家都还是这样 你根本已经有神的性情 神的温柔 神的温和 在我们的里面 只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去用它 我们不去经历它 明明有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神经上讲得这么清楚 神所有的性情 神本性 一切的丰富 都已经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基督里 而你们在他里面 已经得了这个丰富 可是你发现 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努力说 我不要发脾气 我不要生气 我不要怎么样 然后我们对自己的脾气 没有办法 我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直 我虽然黑 但是还是秀美 我至少不装甲 我有脾气 就发 发完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到底什么叫做 迦南地 到底什么叫做 在基督里 他不光让我们享受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丰盛的救恩 他也讲到 在神本性 一切的丰富 都已经在基督里 给了我们 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 我们可以在这个迦南地 能够经历 能够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就是彼得后书 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 让我们既然脱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就是每一次 我们在这里交换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基督 得到基督的性情 让我们越来越像他 觉得自己没有圣洁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举手的 可能每一个人都得举手的 但是基督是我们的圣洁 圣经上的经文 类似的经文 我可以找出很多的 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大概第27节还是什么 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 智慧 公益 圣洁 救赎 已经是我们的圣洁了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在基督里 是太伟大的事情 不光是所有的祝福在 而且在祂的里面 得到了丰盛的生命 非受造的生命 那个属天的生命 省自己的生命性情 而第三件事情 新约里面提到的 就是我们今天读的 西伯来书第三章 第四章 作者在这里把 进迦南跟得安息 进入安息 画了一个等号 换句话说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能够得到 真正的安息 我们能够得到 最深的满足 你如果不在基督里 你不可能有安息的 就连约苏亚 把他们带进去 把整个迦南地打下来 但是弟兄姊妹 你就读四世纪 第一章你就知道 所有各个支派 都留下了一块地 没有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妥协 所以这些的妥协 后来给以色列百姓 带来的极大的困扰 他们并没有得到 真正的安息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约苏亚如果已经 叫他们得安息 就不需要再提别的安息 的确约苏亚曾经在外面 给他们过安息 他们打下了 这个迦南地 然后特别是迦勒 把西伯伦打下来以后 约苏亚纪十四章告诉我们 从此国中太平 没有征战 他们曾经在外面 享受过安息 但是那个安息 不是从里面来的 而且那个安息 是暂时的 因为百姓们妥协 有许多的未得之地 他们没有立刻去得 有许多 你去读四世纪第一章 最常重复的一句话 就是指示 什么什么支派 没有赶出 住在哪里哪里的人 又怎么样 我不是不相信大家有长进 我这些年看见我周围的同工 很多人都长进 包括我自己 但是我也知道 在我们里面 常常只是没有赶出 什么什么仇敌 是我们身上的遗憾 到了今天都还在 十年二十年过去了 还在 赶不出去 没有好好起来赶他 所以那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困扰 成为神家的伤害 所有的担言带来亏损 所有的妥协带来危机 神说你们如果不照我的话 把他们赶出去的话 这些仇敌要在你们中间 成为乐下的荆棘 脚下的网罗 眼中的刺 这是神的话 不是我的话 你能不能想象 眼中有刺 是什么滋味 连一根毛发进来都不舒服 不要说有一个刺在眼睛 你能不能想象 乐下放的荆棘 是什么滋味 你睡觉也不是 唱诗想拍手都不能拍 你想正常走路都不能走 乐下的荆棘 而脚下的网罗 说到我们根本就陷在 他的陷阱里面 没办法往前去 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们 已经是重生得救 是真正重生得救的 但是活在这些搅扰的里面 都是因为不肯听从神的话 所以你去读希伯来书 三章四章 几次重复一句话 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以硬着心惹他发露 一共出现了四次 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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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四次 三次都是同一句话重复 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以硬着心 这句话重复出现了三遍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生活里面 没有安息 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应 这个不安息 是埋怨主吗 说主啊 你圣经上的应许到底在哪里 你不是应许我们可以 有平安有安息吗 为什么我没有 圣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得安息 是因为我们不信从 圣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我们硬着心 我们惹神发露 所以神任凭我们倒闭旷野 所以三次提到 你们今日若听从他的话 就不可以硬着心 免得被罪迷惑 惹他发露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篇信息虽然不好读 一面他讲得很荣耀 一面他又讲得很严肃 但是他讲严肃 是为了把我们从错误里面救出来 而这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我们向着神 我们不信从 我们硬着心 然后被罪迷惑 耶稣亚在这里 带领百姓进安息 但是那个安息是有限的 那个安息是外面的 那个安息是不能持久的 但是基督为神的儿子 他在这里带领我们进入安息 那个安息是真安息 那个安息是持久的安息 那个安息是从里面出来的安息 那个安息可以让我们歇下所有的功 如同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但是在这里有一句话 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他说第十节 他说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习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所以先要注意 进入安息不是我们的目的 进入那安息才是 圣经上特别标明 用一个定贯词 说到that rest 那一个安息 讲到在基督里 所以每一个人都羡慕有安息的 但是你离开基督 你没有安息 这是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 你离开基督 没有人可以把你带进安息 所以离开基督 没有人能够带给我们安息 离开基督 你不可能有安息 所以必须要竭力进入那安息 但是在这里我说 我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 既然安息就是安息 歇了自己的功 哪里又说要竭力呢 有没有矛盾 看起来很矛盾 但是其实一点不矛盾 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 你不是借着竭力得以进入安息 他是要提醒我们 你需要全力以赴 你需要在乎这件事情 你需要用你的心 整个心要说 我一定要得到安息 你要在乎这件事情 但是进安息的路 就是一条路 就是信从 就是这么简单 接受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 接受他做我们的安息 那这个安息是真安息 所以主耶稣说 烦恼苦丹重担的到我这里来 我就必使你们得享安息 所以怎么得安息呢 你不是努力去得安息 你就是到主这里来 这是第一层的安息 去救进主 去寻找这位安息日的主 主耶稣说 我就是安息日的主 今天以色列百姓 把安息日变成 他们最不安息的日子 有一大堆的规矩 进电梯 不可以按电流 安息日不可以开电视 安息日不可以吃热的 安息日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开炉子 他们把整个安息日 让神的百姓非常不安息 真正的安息 是在基督里面 借着接受祂 我们不再凭挣扎 我相信耶稣所做成的 祂所做成的 祂要做在我们身上 我接受祂所示的 祂是我的安息 我就赞美主 我说主 祢就是我的安息 祢就是我的满足 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我们凭着信心 在这里接受祂 你不需要在外面去努力 把所有的难处除掉了 才说我会有安息 以色列百姓就是 一直要用人的方法 守这个守那个 守这个守那个 结果他们非常不安息 一般的基督徒 也是借着解决难处 解决难处 以为我难处解决了 我就有安息 哪里晓得 安息不是借着 外在环境的摆平 而是借着我们内在 跟这位安息日的主 赐安息的主 有对的关系 你自然就进入安息 所以希伯来的作者 提醒我们 我们都需要安息 而且我们要竭力地 进入那个安息 但是方法呢 就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要再硬着心 向那不信从的人 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你发现了没有 他只是要我们 对神的态度是对的 如果把起出的确实的信心 能够坚持在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那英文讲得更好 我们就become the partaker of Christ 你就等于是 这个中文是说 就跟基督有份了 英文是说 the partaker of Christ 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翻译它了 你是怎么 跟基督是 也不能讲合伙人 太外面了 就是你 你就是 他就是你 你就是分享他 他所有一切所事所做 都是你的 等于你好像是 是基督的这一个 你不能讲股份 就是基督所有一切的 你就是他的 怎么讲 股东吗 就是partaker 就是跟他有份就是的 他所有所事的 他所做的 他的荣耀 他的未来 通通跟我们发生关系 通通也都是我们的 你只要把起出的信心 坚持到底 人称义 不是借着行为 不是借着行律法 乃是因为我们 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乃是因为我们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个人的主 乃是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这里是讲到约书亚 所以约书亚 把有限的安息 带给他们 但是今天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把一个 完全的安息 带给我们 所以当约书亚 把神的百姓 带进去以后 从外面看 暂时有安息 但是到了大卫的日子 诗篇95篇 那你告诉我们 大卫提醒我们 你们今日 如果听他的话 就不可以再硬着心 免得像当初神的百姓 他们因为不信从 他们跌倒了 他们倒闭了 所以 希伯来的作者 就用那一段的圣经 告诉我们 神界的大卫 在这里提醒 在这里应许我们 另外有一个 真正的安息日要来 这个安息日 不是当初约书亚给的 这个安息日 是在基督里 要给我们 你如果去读十戒 十戒的第四戒 是守安息日 在《初埃及记》二十章 摩西在西乃山 颁布的十戒 跟摩西到了摩亚平原 他再一次重生 生命记 再一次重生十戒的时候 这十戒里面 唯一的不同 就是第四戒 关于安息日的记载 在西乃山是讲到 要纪念你们 从埃及之地被救出来 到了摩亚平原 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 讲到安息日 神就提醒他们 讲到要纪念神在 神在旷野里面 或者神把他们带出来 神要带他们到 这个约书亚 把他们要带到 神将来应许的地方去 我们在那边 要在那里享受 神将来所给我们的 应许之地 这是讲安息 一个很大的不同 所以约书亚带给的安息 在以色列百姓中间 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希伯来的作者 告诉我们 神的儿子 要带给我们的安息 是约书亚所带给我们的 安息 所不能相比的 他比约书亚更超越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 他给我们 不是中间插的 第二个警告 他说我们不可以 再硬着心不相信 要竭力进入那安息 我们一起来读 在我的纲要上 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 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 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请大家注意 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四次讲到Today 讲到今天 其中的三次 是用在比较消极的警告他们 你们今日若听从他的话 就不可以再硬着心 惹他发怒 三次提醒我们 不可以硬着心 不可以硬着心 要趁着 今天只要听见神的话 不要再硬心 然后另外一次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三章十三节 他说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要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就刚硬了 也是跟刚硬有关 你有没有发现 人的心会越来越硬的 人的心是有可能越来越硬的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不肯信从 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硬 然后惹他发怒 然后倒闭旷野 然后跟神所有应许的祝福 无分无关 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经历 原谅我说也可能是我们在座 很多人的经历 也是我自己在主的面前 不信从的时候 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 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还好 你今天不听从 心就更硬一点 等到到了明天 又变成新的今天 再不信从 心又更硬一点 而到最后 这个心硬到 在神的面前惹神发怒 我们就倒背旷野 我不是说你会失去你的 救恩的地位 不会的 而是你就失去了 在主观上 在生命里面真正的承受享受 在基督里该有的生活和祝福 同样的 西伯来的作者 劝我们在积极上 总要趁着还有今天 Why it is cold today 当这个日子被称为是今天的时候 还在 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 目的也是一样 免得我们的心被罪迷惑 就变得刚硬 所以我们要天天相劝 今天下午我是我们仆人门训 门徒训练 一个月才一次 彼此相劝 太少了 我们每个礼拜天也彼此相劝 礼拜五也彼此相劝 我们聚在一起就要彼此相劝 彼此激励 彼此勉励 一起把可夸的胆量 盼望坚持到底 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 不仅仅让我们成为神的家 享受神家的实际 享受神家所有的丰富 享受神儿子建造他的家 带给我们的尊贵 带给我们的价值 而且我们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 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有份 有份于这个伟大的祝福 所以困难是一定有的 但是要把起初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坚持在中国的时候 我哥哥有空从香港飞过来两天 也跟我们博训的师生有一些的劝勉 他中间提到 他曾经在中国某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 有教会的领袖来跟他讲 他说我们那里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 我哥哥当时就回答他一句 你们有一本圣经 两个乞丐 啥都有 怎么能说你啥都没有 我也很高兴 我哥哥那么愤怒地回答他们 不是我们没有恩典 不是我们不愿意提供资助 而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 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到底拥有什么 整本圣经在我们手中 两个乞丐一跪你就遇见神 正在信心里面到神的面前 什么都有 怎么能够说我们什么都没有 弟兄姊妹 今天你说你没有安息 不要再去埋怨主 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凡到我面前来的就必得享安息 凡劳苦丹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他底下接着说 你们要负我的饿 学我的样式 因为我的担子是容易的 我的饿是轻省的 这样你们必得享安息 那是一个更深的安息 那是一个降服在主的面前 与主同行 与主同富饿 同走实驾道路 带来的安息 希望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唱首诗歌 很快地结束 我还是留几分钟给Alan 好不好 他来了 我们唱一百二十二首 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三节 我唱一首歌 我唱一首歌 美美丽 在你嘴里 充满恩惠言语 你的慈爱 如同高山为定 宝贵元神 诸天一切赐予 我尽头泡在你 宝尽香 温暖苍蝇 喜爱乐和地水 因你飞行 我的宝珠寒香 我信用主 每次传你作为 你等宝珠 我身永远宝珠 那你是为 今世赞美圣银 不用喜乐 地勇高你身手 你手指掌 诸天真是圈银 你既成为 永远就恩远同 祝福是义 这品一万生命 喜与草地 今夜都来求恩 我走去花 万活都大灰色 我们站起来唱第一节 哦 祝你平 世人甘为美丽 在地坠云 充满恩惠言语 你的慈爱 如同高山为定 宝贵元神 诸天一切赐予 我尽头放在你翅膀影响 宝然苍蝇 西安的河地水 因你悲哀 我的宝珠 我信用主 每次传你作为 主啊 是得你比世人都更美丽 你比摩西更为尊贵 你比约书亚更有能力 主啊 我们的心何等地赞美你 主啊 你让我们能够有幸 活在新约的时代 能够享受你那最全备的救恩 而且今天你亲自住在我们的心中 你成为我们的喜乐 你成为我们的安息 基督成为我们最深的满足 你真的是比约书亚更伟大 主啊 你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安息里面 你比摩西更尊贵 你在这里亲自治理这个家 主啊 我们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 你让我们不是来到神的家中 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 主啊 让我们经营你在我们身上 我们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经营和建造 主啊 把我们建造成为和你心意的居所 让教会真是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 主啊 我们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里 我们谢谢你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让我们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我们在这条路上 我们被罪迷惑 我们的心又刚硬了 主啊 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给你 我们特别为着最近刚决志得救的 我们再次感谢你 主啊 你也给我们爱心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勇气 能够继续把他们带回到你的家中 让他们能够真正地走在正路上 与我们一同有分于这伟大的救恩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